口水多過浪花, 等你埋位 你現在是一個很出名的歌手 但如果有人保證你 你在另一個行業都是一樣成功的 你會選擇什麼行業? 收屎 為什麼? 你很願意做 因為我很慘 我這麼多年在英旺 楊先生也好, Manny也好 你這個容祖兒, 如果不是會唱歌 你做銷售師, 你都黑色 為什麼? 我就做一個厲害的銷售師給你看 對, 我在心裏有一種不分 我會覺得為什麼我深深不分 不甘心, 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對每一個職業都投放很大的熱情 只是你現在選擇唱歌這個行業 只是我選擇唱歌 譬如我做空姐, 我都會做上第一層的 第一層的 你有這樣的態度, 我喜歡 但去工作和去旅行, 他都有周全的準備 但他告訴你為什麼他要帶這件事 你就會覺得是, 是應該帶 是啊, 譬如洗澡, 我一定要帶自己的洗頭水 因為我每一次用酒店的洗頭水 我都會覺得好像鐵線一樣 吹完之後, 你是會摧幾天的 我也會帶自己的洗頭水 枕頭, 因為我的頸, 枕頭很誇張 但不會啊, 你那時候 那你毛巾也帶了 一定, 最嚴重的一段時間, 帶了床單 然後我會有放濕皮 那我因為覺得地上很髒 是, 這個對的 是, 很髒 是, 很髒 不是, 你聽他是怎樣的 他戴什麼? 神經病 很細型那些 都是吸塵機 我在想, 有些人在自己的房間 可能會掉很多皮 脫皮, 腳皮 是, 很髒, 很髒, 很髒 是, 很髒 你越住得酒店多, 你越看到 你差不多每天都出發 大部份時間 一個星期總有三天 那我住也很參差 以前比較慘 以前呢, 真的好像 堵住 我試過一些酒店 是, 堵住一鋪 我一打開那個門 整地都是很長的白色地毯 那些床很多邋遢 超可怕 超可怕 那些地毯都能找到 對 很可怕 然後我有一次試過 第一次去其他地方讀書 學跳舞 去LA 我跟我媽媽去 然後我媽媽就帶了床單 換了, 一樣在床單 是有血的 有什麼發生過 什麼都不會發生的 廁所你怎麼洗 抹了 抹了酒精、紙巾抹了 其實應該的 尤其是遙遠控制 就致髒 電話 那些 人人都看 遙控器那些 還用完方法 可能你的手做了什麼 你想想 他可能有機會 在自己的私人手上 去完廁所不用手 那你們 過散得很厲害 去都已經過散了 所以我 那些人是看死我 一定要去幾天短旅程 都要拍兩個行李箱 那些人 我都是不介意 被人這樣看 接下來是容祖兒訪問 我們嘉賓都姐的時間 什麼 都姐 其實我很喜歡看電視的 但是我 我喜歡看以前的電視節目 我有買TV 那我就看你以前的一個 很好看的清談節目 叫星爺傾程 是 很好看 是 因為我看到是你一個人 去怎樣設計那個節目 你怎樣形容這個節目 是流動的八卦雜誌 是 我也是覺得是這樣 是 你請了一些 當時已經是赤手可熱的 明星 女星 跟他經常有拍檔 例如發哥 妹姐 你知道他們本身已經有一個友情基礎 是 聊天的時候 大家唱歌 他們很肯說話 而且很肯說 現在 現在我也想問一下你們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已經不准問了 你們的先頭部隊已經來了 最好就是不要 這些最近的新聞 如果不是很好 不要問 全部都會隔離 老實說 那時候星爺傾程真的沒有 因為你說有一個友情的基礎 他都知道我不會害他們 對 可能有些負面的新聞 通過你的口說出來 又沒有什麼 不是一件這樣的事 大家誤會了 或者譬如 現在都不行了 譬如你問 你問葉玉卿 你是不是 會 想做一輩子的三級片女星 那時候 很大膽 但他又好 他用他 非常好的方法 你對他加分 是呀 現在你什麼都隔離 這樣問什麼 這樣就唯有 你平時喜歡去哪裏喝東西 這樣問些什麼香味 我知道 因為現在是 以前你看過節目 我看的一個完整的看 但現在是你做完那條片 只說兩分鐘最精彩 還要有標題檔 然後下個題 然後那條片就剪了一塊出來 那就被誤會 再加上你想想 那時候訪問的主持是Dou姐 就算你是公司的人 你都信得過這個人 有很多嘉賓你自己請 有很多都是 聽到個名字 他覺得放心 就來 訪問完梁朝偉 再訪問劉家玲 問梁朝偉 你娶不娶劉家玲 劉家玲看的時候 很甜 他說我當然開心 因為我們都沒有談這些 對 很好看 你又回過 沒有 很多掣肘 我又回過 因為你未問他 都已經是 不要問這些 現在一定有 一來我覺得 是被傳媒嚇壞了 對 以前沒有狗仔隊 沒有說每樣報出來都是負面的 對 大家齊心想大家好 對 現在好像你好一點都想踩面 對 這樣無端端變成 所以他要靠自己的平台 做脆劇 將他真實的傻婆 那方面顯現出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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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